大家好 今天是7月15日星期四 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今天 挨近28,000點收 過去一個星期都驚濤蟹浪 先說回上星期底 恆生指數一度 倒到27,000點 不過技術性嚴重超賣 RSI落到27,000點 不過閉就閉在 3月以來的橫行區底27,700點 幾次都站到 結果今次失去 其實那一刻都蠻害怕 如果不是RSI超賣 我都嚇死了 但是超賣沒什麼幾何 沒理由在那些位置百貨 等彈 它又彈得很好 27,700點失而復得 今天雖然站不到28,000點 不緊要 其實第三天站穩27,700點 初步當是脫險 不過當然不是強勢 只是一個返回橫行勢 行業上面科技股 有些氣氛改善 隔夜市傳 阿里和騰訊 可能一些系統 平台支付方式 有機會大兜亂一起用 這件事就反壟斷 即是中央指意 似乎越來越清晰 中央想點 市場是釋懷的 阿里彈得比騰訊 騰訊 577、600 兩個位置都未修復 但阿里 200、216兩個位置 站到一個 可以跑贏少少 接下來一星期 儘管讓它彈 站穩277 看28,240 再看已經是295 希望就可以了 股份方面 儘管繼續留意科技股的反彈 不過 坐貨的話 反彈 不是叫你加 不是叫你混 看看市場可否站穩再說